我們是雲端節目 觀眾都很年輕 都想了解一下 這些新世代的政治人物 你們對雲端事務 是不是有充分的了解 來有幾個網路流行語 來跟縣長考驗一下 第一個網路流行語大考驗 來互相傷害 什麼意思縣長 這個如果我的理解 應該就是說 不怕死就來了 不怕死就來了 好 就是說 大家實際上 挑釁你不怕死你就來 大家來互相傷害吧 是OK 蠻有趣的解釋 好很有趣 這個政治人物最喜歡說 來互相傷害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 新的時代的政治人物 不是來互相傷害 是來互相競爭 來互相切磋 網路流行語大考驗 你當我塑膠 塑膠是什麼意思 OK 望文生意 是不是叫做四落五堵 或是把你感到 把我看作好像不存在一樣 太好了 標準答案 OK 縣長批公 我會不會說你當我塑膠 我不敢這樣逼 我們是把我當作縮膠 這不認真辦公 OK 網路流行語大考驗 要打去練武士打 這什麼意思 我這個真的不曉得 真的不曉得 OK好 其實也是一個隔空互嗆的意思 就是說來啊到那裡去 要較量到那裡去 較量的意思 不過很好 也不硬打 OK 流行語大考驗 確認過眼神 這很有意思 確認過眼神 應該是一個發言詞 就是說當他 要去批評某一個人的時候 表示說 這個眼神我確認過 是沒有錯的 我做過功課 我確認過現場的眼神 OK好 不錯 表示說沒有錯 這個是我是肯定的 可以考慮下次批公文 可以用確認過眼神 好 網路流行語大考驗 咖啡化 咖啡是不是有咖啡渣 咖啡渣 除了可以當廁所裡面 除臭劑以外 或者是抽菸的人 可以把它洗掉以外 是 所以他講的是不是一個 咖啡化 本來不是一個 是一個無用的話 或是一個 是非 喝咖啡 年輕人家人白 比如說 垃圾化 沒有養分的話 是 對對對 事實上現場 對雲端的世界 應該也相當投入 沒有什麼 太忙了 太忙了 真的沒有時間 去體會一下 年輕人的東西 是 這太忙了 最近一個新聞 我自己覺得也很有意思 嘉義縣拼觀光 翁張良宣布發放 百萬購物金 還有大咖的影星 OK 我看縣長也在這個舞台上面 跟這些演藝人員一起高歌 等等的畫面 OK 看到NONO露出半邊的臉 很有意思 OK 像這樣子的活動 對於縣長來講 你希望幫嘉義創造什麼樣子的新的商機 我們這個活動叫做吃喝玩樂 盡在嘉義 那實際上是一個實體的懶人包的概念 也就是透過活動裡面 把吃喝玩樂做一個整理 讓來參加活動的人 他可以在實體上 可以做消費 然後可以吃 讓大家在腦袋裡面有一個概念 原來嘉義縣的吃喝玩樂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懶人包的概念 OK 把它匯整整理起來 變成是一個活動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一個 吃喝玩樂嘉義的博覽會 OK 所以就是透過一個類似像 One Stop Shopping 一個簡單的概念 但是把嘉義的所有的消費的商機 一次呈現給大家 廣大的朋友們 OK 縣長你就任到現在多久 大概一百六個月了嗎 六個月了 OK 這六個月的乾苦是什麼 我最大的感覺是 縣長就是很忙 就是非常忙 縣長一個人 然後他要面對活動 他要面對地方很多人 可能是婚喪喜慶 再來你還要開會 去整理內部 讓內部的人 可以了解你在想什麼 大家可以不劃一致 所以當縣長其實這樣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在忙的過程當中 到最後你上次的方向 因為太忙了 忙到最後 整個原本你想像的分寸 跟掌握的方向 的能力 會因為忙 所以再忙 你也認為應該要靜下來 要思考方向 沒有錯 所以你不會貿然投入總統大選 沒有這個打算 哇這連想都沒有想過 開你的玩笑 OK 你也是民進黨非常重要的 中生代的政治人物 那蔡總統最近的民調 的確趨勢上來看 是努力的往上追 我們自己所做的 極為久事的民調 在這個對戰組合裡面 都已經贏過國民黨的主要候選人 包括柯文哲市長 包括郭台銘董市長 包括韓國瑜市長等等 您對這個趨勢 您給蔡總統什麼樣子的註解 蔡總統我認為他就是穩定 那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危機社會 台灣這個危機社會是因為中國 所以穩定的領導者是非常重要 穩定的領導者 不暴衝 不暴衝 的領導者是重要的 你認為蔡總統最重要的政治性格 就是穩定 那回來我如果問台灣問題 問你 汪章良最重要的政治性格是什麼 你自己的解讀 實際上我也是穩定 也是穩定 因為我堅持一個哲學問題 很多東西的轉變 它沒有辦法聚變 它可能是在整個累積的過程當中 去累積它所有的因緣 到最後才會造成 累積因緣 才會造成一個大的變化 所以你的基本的進步哲學 不是一個人往前跑一百步 是設法讓一百個人共同跑一步 沒有錯 OK 我記得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這個陳廣峰 他是東海大學日本跨領域研究所所長 我曾經跟他深度訪談過 他提到民進黨過去有些執政 一些美好的政策 為什麼得不到人民的正面的迴響 他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大概用背一下 他說有些理論的理想的美好的政策 需要這些理論理想的高壓電 需要透過一個變電所把它轉換成什麼 可靠的安全的什麼民生用電 我想理念理想理念都沒有錯 但是怎麼把它轉換成安全可靠 人民可以慢慢的穩定的去接受他的新政策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你在創新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艱難的挑戰 OK 才做六個月 對未來還有將近三年半的任期 你有什麼覺得事情 你們白費做不可 我們是你們白費 對不對 我的費做不可 產業佈局 產業佈局 我剛剛講到 歡迎所有的人全部到嘉義來發展 那包括嘉義的小孩子 如果認為嘉義有哪些東西 適合你發展 就留在嘉義 所以產業佈局非常重要 所以就我來講 非做不可的事情 就是要把嘉義的產業 讓它多樣化 那嘉義的產業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創建 譬如說足科有ICT產業 那嘉義呢 像那個大普美工業區 是不是在家裡 沒有錯 最近不是有精密科技 那未來您對產業的佈局是怎麼樣 哪一些產業適合嘉義 我現在大概在嘉義線未來的整個工業區的發展 我最近大概弄出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長造產業園區 那長造產業園區最大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嘉義線的老人比例最高 那我希望未來很多的所謂的老人照顧產業 從這邊開始發展 從這邊開始 OK 比如說好了 我們的很多的虎具 包括智慧照護 包括養生 包括所謂的這種 很多進步性的 老人照顧的一些工業 可以到嘉義來託 所以我們過去常講 我以前做過這個廣告說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可是更重要是什麼 商機始終來自於環境 嘉義因為有老人人口的問題 老化人口的問題 所以商機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絕對符合商業管理的一些理論 這樣的東西不只在嘉義 我希望它可以變成台灣的領頭養 所有要做長造產業的 包括想要了解長造產業最進步的 我希望都到嘉義來 OK 那你這邊提供哪些服務 有沒有單一窗口的服務 還是像過期先去建設局 再去衛生局 再去衛生局 我們有整合性的統一窗口 那現在基本上這個工業區 還在開發中 那我化了90公頃 以後就是所謂的長造產業 主要全國做長造產業的 我們都歡迎到嘉義來投資 OK 非常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理念 而且在實務上也都絕對可行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雲嘉南地區 如果以台灣的所謂媒體的光譜來講 一直都是一個相當程度 被所謂遺忘的偏遠地區 如果大膽提出一個想像的問題 這個我突然想出來 如果雲端最前線 要在嘉義縣政府的辦公室 設一個小的雲端攝影棚 我們可以常常去那邊 透過雲端的方式 把這個被大家遺忘的地方 但是卻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透過雲端的方式大家傳播 你願意跟我們伸出這樣互動的雙手嗎 這是一個好的想法 OK 雲端攝影棚很簡單 不知道 不需要燈光每七分交到這個地步 事實上我覺得 問題是 你有時間經常去嘉義嗎 會 我們最近就有加哥 摳摳摳摳 常去摳摳摳很多政治人物 下次我去摳摳摳 現場有在嗎 OK 是可以期待的 我覺得雲端的世代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它是去中心化 但是它也沒有邊界 它瞬間集合 但立刻又解散 我覺得在這樣新的傳播模式裡面 嘉義永遠不會孤單 OK 我們大概時間 大概剩下三四分鐘左右 我想給一個大的分 兩分鐘 給現場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謝謝 好 嘉義一定要轉型 嘉義人轉型一定要夠勇敢 所以我領導整個嘉義縣 就是所謂的六大政見 這六大政見裡面 我們的新的農業 那包括我們的觀光 包括我們的老人照顧 還有包括我們的整個產業園區 我想整個大概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未來的轉型裡面 嘉義縣政府絕對會扮演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然後來帶領我們的縣民 大家一起來轉型 但是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 我希望大家都過勇敢 先把這一步踏出去 那在踏出去的過程當中 我們隨時可以做調整 包括可以討論 所以勇敢轉型 創新嘉義 是我要走的一條路 而且是嘉義非走不可的一條路 如果不走這條路 整個嘉義就會在既有的邏輯裡面 會越來越勞苦窮 OK 非常謝謝縣長 我今天就用Maya Angelo 他是一個美國非常有名的傳記文學作家 他留下這句話我常常引領 他說人們會遺忘你說過的話 人們會遺忘你所做過的事情 不過人們不會忘記你留給他們的感觸 我覺得市任長今天跟我們的雲端訪談 他留給我們是一個很獨特的感觸 他對土地的關懷 他對這些縣民朋友們的那個深深的溫度的情感 非常謝謝縣長 我想婕宇就不必特別說 很像有人拿個刀子說 希望你把那個什麼脆妞 脆妞 剝開來跟大家分享 OK 你看這脆妞真的很漂亮 我們把它剝開 那縣長在剝這個水果的同時 我們也就跟雲端朋友們說一聲 再見囉 我是劉沛銀通室 我家的劉沈卿 下禮拜同時間我們雲端再見 哇 剝開來真的不一樣 非常香 非常香 這香味真的很特別 謝謝 好 謝謝 好 crossing